再一次掌声恭喜 降薪 降薪 画面上就是由儿少评审亲自来颁发今年的儿少评审团奖 获奖的公共电视台降薪 降薪 制作单位也感到很开心 能够获得儿少评审们的青睐 这群来自各校的年轻学子们从一开始参与评审赔力营队 慢慢关注到本土的儿少节目 用心学习怎么样当评审 更感受到儿少节目制作的用心与辛苦 在这一次的评审过程中呢 我们这次选出来的是降薪 降薪 那降薪 降薪这一次它呢就带出了很多公共的议题 那我觉得这在我们从小就有对待这种公共议题的热忱 所以我觉得制作这些节目的大人们都很厉害 他们从小就一直保持着这样子 对这个世界很多的关心 很多的热忱 然后而且到长大之后还可以维持这样子 然后去拍出我们的这些节目来 然后更影响我们的下一代 让我们更多的孩子更多的下一代都成为可以关心公共议题的人 我评选这些节目我觉得就是还蛮开眼界的 因为虽然我一直以来都有算有在看儿少节目 但是就不知道现在新型的儿少节目有这么多种样的领域 像是我就觉得降薪降薪这个节目就是蛮有意思的 因为这个领域是我们平常比较少会接触到的 如果是低于12岁以下的儿少节目的话 以我们年纪比较大的角度来看 我就会觉得可能没有这么准确 但是我也会试着用可能那个年龄层的小朋友的角度去评选 参加完这个活动之后 我最喜欢的影片是女孩上场 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还是会有一些父母觉得 为什么女生要打球 然后不要注重功课 然后我觉得看完这部影片 我推荐这个影片给家长看 希望大家都会关心儿少的节目 像我最喜欢的是那个 那个在讲女子篮球队的故事 因为我国中的时候他也是 我们学校有一个非常知名的篮球队 那我就发现说 不管他们的成绩是好是不好 那他们在平常练习的过程中都会有争吵 甚至是这些血泪 那我觉得就可以真实呈现出生活的真面目 而不是那些想象中的故事 我们自己选的东西当然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很喜欢 然后我们也觉得可以学到东西的东西 大家在成长过程中一定都会有透过这些东西去吸取到养分 担任儿少评审的过程中 他们都认为儿少节目非常重要 尤其是电视节目内容 对于儿童会具有潜移默化的功能 甚至影响到思想与态度 其实我自己觉得 其实儿少节目它在生活中是真的具有潜移默化的能力 例如说就是在可能晚餐时间的时候 许多上在学龄前或者是国小的学生 他们不见得像我们一样已经有拿着手机在使用 所以这时候电视节目搞不好就是他们唯一的兴趣来源 那假如他们看到的东西都全部都是新山色 或者是暴力血腥的东西 那或许对他们的成长就会造成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目前在台湾制作儿少节目的团队 真的都非常的优秀也非常的辛苦 我自己也觉得没关能够举办这样子的评选 让儿少评审纳入评选的行列 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并且它也能够唤起大众对于儿少节目议题的重视 这次担任儿少评审的经验 让这群年轻学子们收获满满 他们对于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 每年持续举办儿少节目的评选与颁奖感到非常支持 也希望这股力量能够让更多优质的本土儿少节目被观赏被看见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